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去找了一个 下午茶 画面好漂亮 这里超漂亮 我们找了个下午茶 宫廷下午茶 菜品的名字都非常的不一样 我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我跟你们说 我前两天刚看到的 故宫不是他都有很多门吗 如果你不知道他那个门里面 到底是什么的话 就看一下那个门上面的锁 转过来就知道 我上次看到的就是那个门里面 就是修缮 它是做衣服的 这外面的条好高啊 冬天的北京就是这么地冷 应该很早在这边散步 哇 你看那边那个 太恢红了吧 这个红墙 爱了爱了爱了 你看那个是太阳还是月亮 月亮月亮 不 是太阳 为什么 因为日月同天 日也可以是月 月也可以是日 所以 是月亮 天哪 所以有远都会打错 下车 前面那个中学生 看得好少啊 很满的 我出动的时候也是一个 绝技方刚的男孩 哎 哎呦 没穿过都哭 没在北京这么冷 我在家里 过了减票头 就是 五门 好高啊 你要走正门吗 当然要走正门啊 来都来了 这是大理石吗 嘿 啊 我说话说话说话说 自带自带 好想 想想 想想想 好想 但是进来会感受到威严 真的 好大呀 万春金服 从那边上 站在这感觉都能想象到 以前很多视频展开这 就是这个场景 这个是自己买的服饰 对 就进来就不想说话了 就都想看 都是电视剧里看的 人站在这里面才感受到那种 好宏伟的感觉 小时候我爸也没带过来 这个是洪艺阁泰河店 小心啊 这个石头是奥特固品的 临走桌面感觉距离好远 我们能站在这里面的对比 人都好小一点 好像还要再走一走 玉花园 超过了整个故宫 都走到玉花园去了 又走回来 终于到了 还有几分钟左右就下班了 油 塞凉 好 好的 我们点了个什么来 万福拿铁 还有什么来着 红豆沙 赤豆沙 还有一些糕点 这家店叫万春金服嘛 所以它就是万福拿铁 这个上面有个福字 红豆沙 也是他们家的特色 哇 来来来来 万福拿铁 这是什么 山楂味的糕点 这上面是头龙还是比马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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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红枣糕 来来 尝一下万福拿铁 喝完这个今年福气满满 丝滑 已经好久没喝过拿铁 估计是因为没喝到过 很想喝的拿铁 这个拿铁好好喝 一般做拿铁就是咖啡上面 做那个马娃拿泡的牛奶 但是我一般买放都倒了好 我估计是机器的味道 那你有尝试过拉花吗 拉了呀 拉了就真的拉了 拉花是拉了 但是弄的不是很好 这个拿铁真的最好喝 难怪就要万福拿铁 看 蝴蝶 酸酸的 但是不是那种很酸的 奶油味没有很多 这个真的很好喝 渡风的咖啡厅 真的果然不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吃山楂味的蛋糕 可能是因为这边是谷歌马 然后它结合了一些脱缩 山楂味蛋糕呢 如果单吃的话呢 可能会觉得有点酸 但是吃了这个蛋糕 再喝一口这个拿铁 就会感觉这个中国的铁蝶非常好 这个拿铁就变得更加的酸 就更好吃 就感觉在冬天这么冷的北京 然后坐在谷歌的咖啡厅 坐咖啡吃东西 感觉还是蛮奇妙的 他们四点钟准时下班 现在四点零四 下班了 我们又要走了 我刚天来的时候 就感觉到这边非常的安静 所以我们全部非常享受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离开了 因为不要耽误人家下班 OK 这边都是一些枯树 感觉很容易 枯藤老树 昏鸭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 夕阳新海 断肠人在军牙 在军牙 哎 观观到此结束 因为到四点就闭源了 现在必须要走了 拜拜各位 有空记得来这边 喝一杯 金湖 万福 金万福 万福 拿铁 拜拜 卡 卡